罗斯文火锅 这个项目是从20年开始做 到现在 20年 疫情的时候开始做 然后真是那段时间 很多餐饮它都在选择放慢速度 那么这一年多 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 我们一起现在筹备大概有18家 年后的话有10家店会同时去开 疫情期间有很多餐厅倒闭 但也有人选择这个时机进场 较低的门店转让分 加上县城的水电门设施 新品牌快速扩张的成本反而下降 在疫情管控最严格的2022年 顶上头用8个月开了40家店 我来下 你们两位聊天我来做服务 我得挑衍 豆腐丝 这个是小鱼虾滑 这个是猪脚 好猪脚 螺丝们火锅 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个小而美的火锅品类 很多川锅产品我们没有用 川锅 就是什么毛肚什么雪旺什么之类的 成本很高 不适合我们的定位 我们竟然定位在人均只有四五十五六十块钱区间的一个范围内 那在火锅里去 对我们就得必须要舍去很多那个 那你这个位置挺重要的 因为火锅你再怎么吃路边的除了在重庆之外 你就在北京吃任何一个火锅 绝不可能人均下得了八十 我觉得你挑了火锅和挑了这个价位段 这两件事应该是还挺好 我们要给火锅做个降级 给螺丝粉做一个升级 那你觉得疫情期间为什么是螺丝粉火了 因为湖南米粉的本质是吃米粉 新鲜米粉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咱们湖南米粉没办法像螺丝粉一样 大面积的去仓储去流通 所以我们觉得螺丝粉它是具有电商属性的产品 这个我稍微差一点 我们当时写过一个文章讲这个事儿 很有意思 但是因为16到17年外卖不打仗了 导致的结果是外卖的配送和外卖价格开始上涨 所以原来在打仗的时候 基本上10到18块钱可以吃一份无参卖卖 不打仗了以后 你在北京随便点都是25块钱以上 空出了一个10到15块钱党的便捷性的位置 没人站 这是左边 然后右边是因为冻干技术和冷链共同发展 使得食品预制当中的保鲜和口味保持度变得超级好 那你现在搞个螺丝粉 它们能八个小袋九个小袋 然后味道还特殊 咱们这个也就是把螺丝粉的快餐慢慢正常化 对快餐正常化 所以选火锅是对的 然后火锅里选了一个没有人站的加倍段也是好的 这两件事是好的 但是它带来的坏处是 你会有同志低价竞争 可能往后看你自己的品牌的问题 也许就是你用什么位置甩开V价的评价 就是我跟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你大学毕业为什么想起来做餐饮 这班大家不是特别愿意 我们叫琴行嘛 就是累活 我们的客群90%是女性 所以我们没有做太多分量的一个包装 同时也能满足客户拍照的这么一个需求的 满足他们的情绪价值 我们第一天直播你有预期吗 我们现在的预期只是说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外卖跑顺 我们是在长沙东南西北都有店 你下单是他最近那个店给你配送 那你把每个店也变成了一个仓库 是 因为我们在当时选址就在长沙东南西北 我们都把店给开到 对对对 除非是你一开始就想到那样做外卖 不然正常观察不会选四个奖的 对 正常观察还是密集开店嘛 对对 密集开店的供应链也会更方便一点 对 是的 那么有需要的话 所以可以点击我们的头像 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对 那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了 这个样子 下楼公里点准备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您有新的订单 请实习处理 已经有人下单了吗 有小哥来了 白点送美团 买人就穿着送三宫 全长沙的运力都已经崩溃了都 你一直讲小而轻 这种小而轻它有个定义嘛 我前期一定做的 如何让投资快速的能够回本 人均消费都四五十 我不能花四五百万头个店 对不对 就在管理上相对也比较轻 我的前厅后厨都是通港 我们不需要大厨物品 我的轻还值得运营上面 除了我可以做堂食的生意 我还可以做各种线上的生意 我们想到门店能够 发挥它更多的想象空间 而不仅仅是一家门店 对 在那平下就会提升 是的 是的 因为现在经历了这三年的口罩时期 给商家更多的都是反思 怎么让我们的门店 才能像变形金刚一样的 产生更多的效应出来 咱们中午吃螺丝火锅 那以前你是个做餐厅的 你就是个做餐厅 做餐厅的人在以前 最少在四五年前 你不会想到说 我要做一个预制菜的螺丝火锅 卖出一个 对 可能也不会去抖音器这直播 对 是的 所以他的举例子很好 他说我在九点到十二点 在抖音上大规模的播 咕嘟咕嘟现吃这个火锅夜宵 体验度很高 冲通消费 简单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这种及时性的消费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是新变量 产品渠道供应链这三件事情 如果有一个发生变化 它足够有新企业的机会 但它不一定够快 但它如果有两个一块变了 它就会有成长性超级高的企业 不够出户怎么送到你家门口 对 然后 你好 我问一下 这些我找到搭 就没人接是什么原因 你知道吗 没有人都养了 都养了 所以很多配送单都没办法 都走了 这两个好久了 那我先去送吧 你知道都已经等了多久了 是吧 离得近的 我们一趟都送了 可以可以 哎 吴总 你们这个帽衫还有吗 要不你给我一套套 可以 可以啊 大家说 哎呀 你就在我当里面 非常好 但是没有我喜欢吃的 我一样不是一样 我们送哪个 5号和8号 你之前自己配送过吗 配送过 自己原来开车配送 一路上就配送七八份 现在弄餐饮真的是 18百五亿都得上 我选择餐饮行业坚持这么多年 也就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行业 餐饮它一直在变 可能每半年你不学习 就会被淘汰 商业上其实有一个 永恒的和非常迷人的 那个母题嘛 就是做得很好 然后你遇到挫折 然后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又有新的人 再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信心满满 可能发展得还很顺利 商业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 一点都不在乎你认同不认同 就是有人认同愿意付钱 就OK 我们这个基地分两大块 一个是我们外面的核花虾养植 第二个就是我们苗种繁育改良这块 这就是我们一个推养 这已经这么大了 把小龙虾在高红季节收过来 在这里腾出 我们给它造了一个水年冻 让它在里面冬棉更补充营养 我这里有将近三万个箱子 就是我们全部装满 会装将近六十万几下 可以整个市场只有我们冬天有活虾 消费者知道吗 其实不知道 这里面主要是旋温水高密度养殖判所 它这种高密度养殖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在里面要解决它打架的问题 不想生存的问题 第二水中营养的问题 如何快速它就都可 这是一个关键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一个目标 就是一年四季出好虾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养虾的 我们第一个卖小龙虾的店12月份开业的 那个季节去市场里面采买小龙虾 然后被那个小龙虾的贩子骂了一顿 哪有什么冬天来买虾的傻子吧你们是 然后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们心中 你觉得文和有转型投产到的农业是一个对的方向吗 他们的破局关键点肯定不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做消费或者说做产品端的消费公司 所有人都会跟你讲说 最后的关键点在于供应链 但是呢 只有当你的规模大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供应链这个事情对你才会特别重要 如果你在那个点之前你就去做供应链 那不好意思 你就是一个垂直的小而美的公司 挑反了 挑反了 好了 吃饭 奶人大虾 什么大虾 奶人大虾 他跟你把屁股的壳给包了 对对对 他只有肉了 每一只都征选的 克制的 为什么要克制的 就是吃个虾 还 征选 好 每一只精挑细选为你 但是我们看了一个特别牛逼的消费品品牌 印度的 在帕坦加利 那真的是太顶了 专门做那种中草药成分的那种消费品 印草药 印草药了 印草药 全印度都买他的东西 他的口号更猛 叫做 把联合丽华的旗感给我折掉 把切草的小鸟给我赶走 他的那个logo是创始人隔空打坐 原来也是个文化公司 那个新消费 怎么做绝了 这一次来看我们这个 长沙的新消费 觉得怎么样 其实它就是分嘛 比如像茶盐这样的 相对老牌一点呢 就是感觉还是有压力的吧 甚至是疫情期间做起来的品牌 好像都还挺猛的 你们应该在长沙已经算是老牌的公司了吧 是 我们算是有压力的 老牌公司 我们联系到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叉急问候 就还是先搞定广州跟深圳 就没做好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肯定该补得客线的给它补销 超级朋友还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产品 对 而且疫情之后我认为 在我心中它会越来越重 就我们现在搞这一代我心 我觉得中国刚刚有三五十家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可能在这个技术上 内容稍微再分析一点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主要战略 但其他的不代表 未来我们不会做零售 或者是说更轻一点的餐饮连锁 但是这个还是我们的主力 这也是我们的基因 也是时代的需求 所以你们是不想做的 所以麦当劳肯德基那样的公司呢是吗 没有 想想想 这是正常的吗 过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这个价值的天平 可能更多的是体验 现在我们对效率的理解 也是很向往的 问题是不是我们想不想要 是我们有没有做不做得了的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三个人 其实是没法干嘛到的 我觉得能力可以学 但是有些从性格上的 从思维方式上的很多东西 它还是很有挑战的 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 严格地执行所谓的标准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聊不同的东西 聊新的东西 是吧 最烦的就是又是这个东西又来了 未来需要一个Tim Cook 就是怎么样更加的有章法 对 系统 所以疫情对你们管公司呀 商业上呀会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 就是灵魂冲击那种 这疫情上确实过去的世界变得 很现实很求生存 因为大家缺乏安全感嘛 对 活得好的都是现实的 50块钱更罪 30块钱吃饱 都是效率生意 最高端的还可以 GM是看那个横隆的财报嘛 它就是肯定最高端的嘛 就它嘛三个月不开 然后财报还是很好看 相信SKP应该也还可以 我一朋友就说 每当我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来SKP逛一下 人还这么多 好回去干活 就我们这行业的人经常在一起 那天就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我们没有变 但问题是外界对于我们的变化 看法 看法是过穿测试的变 一会觉得你们牛的不行 一会觉得你们傻的不行 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 大家说的那么好 但是呢 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好 我认为应该是 你们疫情的时候做疫情的事情 没有疫情的时候 做没有疫情的事情 三年过去了 市场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 我认为已经恢复了 所以我听下来就是说 基本上上一波的新香味品牌 今天他们其实面对的就是一个 存量市场里面 怎么做得更好的问题 就让放弃像过去几年那么突飞猛进的 对也难增长 对 或者叫不合理增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想要在消费领域里面 重新去做创业 或者做新品牌的人而言 其实也是更难了 因为你的变化已经速度降低了 你需要积累的更多一些 我还是觉得明年的消费要能起来 肯定会跟上一次长得不一样 对 走 你觉得你们算新消费吗 也算是新的体验吧 你怎么看这种 现在新消费公司它有集体的预冷吗 新的必然会发生 这个是挡不住的 之前谁说的 所有东西都会重新来一遍 对 因为消费者变了 需求变了 新的创业者也来了 但是需要时间吧 因为这个东西新消费 它的内容是新的 商业模式并没有新 但它的趋势是没有变的 消费者其实仍然是有